好 欢迎您回来 那今天节目呢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京道集团投资研究主管 郑广富先生 再次欢迎您Patreon 我们关注到下一个焦点 日本央行在本周的9月会议上 是宣布保持利率不变 那与此同时呢 日本近期的经济表现 也是吸引到了市场关注 日本央行于9月19日公布利率决议 维持利率在负0.1%不变 同时维持10年期 国债收益率目标0%不变 两项指标均符合此前市场预期 这标志着 该国近32个月的量化宽松计划 没有任何变化 日本央行同时称 将继续保持稳定的货币政策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保持目前极低的利率水平 同时 近期日本的一系列经济表现非常亮眼 日本国土交通省公布的年度调查显示 截至7月1日的一年里 全国平均土地价格上涨0.1% 这是1991年地产泡沫破灭以来 日本平均地价27年来首度上涨 另外 上述调查还发现 商业用地价格连续第二年上涨 而住宅用地价格下跌速度连续第九年放缓 同时 摩根士丹利近期也表示 日本近年来宏观与微观 已经显示出改善的重要迹象 在宏观方面 随着投资不断增加 劳动力参与率进一步提高 和技术移民的推动下 日本名义GDP增长将进一步加速 预计GDP增长在2021至2025年之间平均将达到2.2% 同时 日本老龄化的问题则有望带来独特的优势 人工智能 机器人和自动化领域的投资将进一步扩大 而在微观层面 在经历2019至2020年的周期性衰退后 日本股市ROE到2025年有望进一步攀升至12% 这将进一步推动MSCI日本指数的市净率从1.35倍扩张至2.15倍 这也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高的市场估值 亚太敌尾市综合报道 好 佩晨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报道 那我想来问一问 因为现在呢 有很多报道都在说 这个日本已经是在经历了这个之前的经济萎靡之后 现在已经在复苏了 那你怎么来看这个 其实它这个经济复苏在多久就可以显示出来 因为现在也有报道说 其实到了这个2025年就可以看到了 现在是有复苏 但是它增长还是比较低 就是没有衰退而已 但那个复苏还是比较低 那通胀也是只有0.7%这样的低水平 那基本上 这个这段时间可能 我觉得因为目前最大问题就是说 它的人口老化其中一个问题 人口减少是另外问题 然后再出生 就因为那个出生的那个出生率低 还有持婚等等的 基本上所有的因素好像都指向一个 它的那个人口不断的收缩 那么现在预计到2050年 它的人口会降到低于1亿 现在是大概1.2亿人口 那降到1亿以下 就是不断在下降 那可能它要在这个 现在日本政府都在 就是不是正式的去 并请一些外来的一些劳工 但是我们看到 你去日本就知道很多都是 从其他地方来的 那比较开始 就是填补那个空缺 那这样来看的话 如果一个经济体没有人口的话 我就觉得那经济怎么样发展上去 这个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不知道它这个新的移民政策 会不会有所改变 那另外我们再来说 在这个公布之前 我们看到这个美元对日元呢 它是有所上涨的 那么在近期的话 你怎么来看日元的走势 我们关注的可能是周五 那个美日的所谓贸易谈判 那可能之前有一些大行 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再来一次 这个所谓的广场协议 那当然会不会就是美国会迫使 日本要把日元升值 来所谓减少或者降低 美国对日本的那个贸易赤字 但是我觉得1985年 这是几十年之前的那个事情 那个时候那个美国的债务等等 贸易赤字都不像现在那么大 并且我觉得它还是会 比如说跟之前第一次 跟安倍晋三谈判的时候 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就是说要日本加大 在美国的投资 还有就是加大对美国的进口 这样反而比较直接 我觉得他们不会这样 就不会说日元升值 那即使日元升值 但是我买少一点 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 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日元还是会倾向于贬值的 那个机会比较大 那安倍晋三其实也是在说一些 忽显的一些话嘛 就是说这个量宽货币政策 不能永远这个就要有些抓那个字 就是说不会永远 当然不会永远 这个就说给特朗普听 或者说给美国听 因为这礼拜五就要展开贸易谈判 所以就是说一些他爱听的话 但是最后他补了一句就是说 但是这个决定什么时候退出呢 还是交给黑田冬夜决定 就央行来决定 所以这个就是说目前来看 我不觉得日本会在这方面会妥协了 刚才你也提到说 黑田冬夜其实已经提到 如果是在这个通胀 没有达到2%之前 他们都不会改变这个货币政策 也就是说不可能会退市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现在迫于 这个整体的经济环境 或者是迫于美联储那边的压力 有可能他会改变呢 有可能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了 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特朗普就是 就直接就打安倍晋三 因为他这个是其中 安倍晋三三支舰的其中一支 也是比较强并且可以 比较快速看到那个效果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安倍晋三 不好过嘛 我觉得 而且要知道 日本是美国在亚洲 一个强的最强的盟友 盟国 那他是要借助日本牵制中国 你要把日本都弄到变成敌人的话 对他没有好处 所以我觉得他不会这样做 那另外在这个欧盟方面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央行的这个 维持今明两年的通胀预期的 那德拉杰也表示说 目前的货币政策立场 是符合预期的目标的 那就是说对于这个欧央行 他这个政策目标 依然是比较的缓慢 而且是循序渐进的吗 我们看这个欧盟 他们将今年跟明年的GDP 其实轻微向上修正 那2020年其实是维持在1.7% 那其他方面就是说 他说第一跟第二季度那个GDP稍微的降低 是因为过去的那个激素的问题 比较大所以降低了 但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 就是说欧元区的经济还是逐步的复苏 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所谓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改变 或者说他在货币政策方面 其实即使是说结束了买债 但是低利率的环境还是维持一段时间 这个是他在上一次的会议 就这一次的会议也是重申了这个立场 所以暂时来说的话 似乎你说退场是的 但是反正他要维持这个资产负债表 现在是在大概5.2万亿美元的水平 那这个水平什么时候会像美联储那样说表呢 这个时间他没有说出来 好谢谢Patrick的分析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郑广富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更多资讯呢 请浏览万TV的官方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